大家好 我是建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造型墙兼具收纳柜的设计 我们在居家的装潢设计里面 常常会做很多的收纳柜 那为什么收纳柜要跟造型墙 来做一个搭配呢 因为基本上我们做很多柜子的时候 如果能够用造型墙 做造型的方式 把我们的收纳柜的门片 能够有效的美化 就可以让这个线条不会过于呆板 那有几个方式可以来做收纳柜 跟造型墙搭配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 要用相同的一个材质来做一个变化 举例来说我们举这一排的一个收纳柜 它是一个深色的收纳柜 那这个深色的收纳柜 我们基本上在门片的部分 都是用对开式的一个形式 但是因为中间当中我们有一些 是譬如说做神明桌的设计 甚至有一个门片是要做出入口的设计 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神明桌的这个拉门片 还有这个洗衣间的门片 还有收纳柜的这个门片的材质能够统一 然后呢因为它是对开的形式 所以它有很多的缝 那我们这个贴木皮的方法 可以用直条纹的方式 来做同材质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搭配 第二个做造型间收纳的方式 是用几何的线条来做规划 什么说用几何的线条呢 我们以这个整个白色的墙面的一个设计的柜子来看 因为我们的收纳柜它对开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线条 那这个线条有我们可以用一些虚的线条 跟实的线条来做个搭配 来造成一个几何的图形 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整排的收纳柜 它兼具一个造型墙 又是收纳柜的一个设计 第三个呢 要做造型墙跟收纳柜的设计 可以用大量的壁纸 或者是壁贴的元素 来做这个柜面的一个设计 举例来说 比如说我们一整排的柜子 我们可以贴上同材质的壁纸 然后呢做一个柜面的一个包覆的变化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素面的一个收纳柜 我们也可以用壁贴的方式 把这个用壁贴把这个图层 做连续的一个设计的规划 也可以让这个收纳柜 它变成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造型墙 再来呢 你们可能会想说 那床头柜可不可以做造型墙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举例来说 像我们一个床头柜的一个 整排的收纳柜的设计 我们就用同样的一个几何的一个局型 做连续的一个造型的一个设计 就可以达成就是 它同时是床头的收纳柜 右肩造型墙的一个设计 以上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收纳柜的时候 可以尽量用不同的造型来做规划 不管你是贴壁纸 还是用壁贴 还是说呢 你用连续的一个木皮 甚至是不同的集合图形 就可以简单的把 这个收纳柜的这些 比较呆板的线条呢 能够把它融合在造型里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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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